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间地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甲板农去,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普塔利的边界上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西布伦地,拿普塔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因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尽了,你们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布伦的儿子雅各克的兄弟约翰 从他们的父亲西布伦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随了耶稣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耶稣啊,在这个明行见性成了基督啊 以后啊,明白了道理,历经了知识的磨炼,魔鬼和撒旦的六活 那么彻底的做成功的做成了一个人,成了神,神人合一 那么见到自己天父不再是人子啊,当然还有人肉身,还算是人子嘛 那么,这一切啊,了了生死都明白了 那么,说不太好听的话,都已经一切就绪啊,准备好死了 但是呢,你也不能自己去结束自己的所谓这个物质肉身 还有工作要做呢,就是要向大家去宣讲啊,真理,真相,道理 让大家也都活动明白,道理啊,成功做成一个人,不再稀里糊涂,可怜 为什么?沉溺有物质,不知道人生而为人是为什么 什么是人,确确实实是很可怜 那么做的一些事呢,不诚实,不公平,等等吧 那确实挺可怜的,浪费肉身啊,浪费人皮啊 那么,这一天呢,东西方的圣贤们啊,是一样的 像孔子也说,我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业 一定要跟大家去分享 因为我们不懂道理的时候,希望别人告诉我们道理 我们懂得道理,也要去告诉别人,这才是个平等的原则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真正的神,真正的圣贤啊 真正的迎亲见性啊,我啊,懂道理 那么在这里头呢,也是,也是这种情况 当然了,宣讲真理啊,那是有风险的 认识真理,也需要勇气的 因为真理真相,跟我们同常所认为的啊,是不一样的 甚至于相反,后面耶稣会更多的跟我们去分享 那么,真正懂道理的人,说几实话啊 也不会去掌握什么权力,也不会去掌握什么大量的物质资源 那么也就不会成为精英啊 那么,往往呢,在物质世界里头处于弱势 应该他,要成为强势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那就是尊重魔鬼和撒弹嘛 但是呢,这个是不能做的 直指啊,我们要直指,也不能做的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 也不能不做 那就是,但是要勇敢去面对嘛 所以需要勇气 所以呢 你讲真理真相,往往会涉及到一些人的所谓的利益 对物质啊,或者 就是物质世界的诱惑吧 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 名声啊,名女啊 所诱惑,堕落 那么又掌握一定资源的一种破碍 像冤害,也就是这种情况 那自然而然讲道理嘛 总要说 人都不傻的嘛 你讲出个道理了 好多人会往自己身上去套的 去卡的 你这个铃儿是不是在说我啊 说我呢,我就不舒服嘛 我,如果没有真理 那我这个胡作非物也不就心安嘛 我就自己的这个主 自己的这个威仪真神啊 自己的天父 不会质责自己嘛 自己也睡得好 玩得好 这个生活得好嘛 一旦你把这个道理跟我讲了以后 说有真理呢 自己这个良心良知 主啊,神啊 会跳出来 谴责自己吃饱 所以我会纠结的 那为了求自己心安 那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真理灭掉嘛 把讲的这个人灭了 那么 眼不见 耳不听啊 为敬啊 就是免得自己的良心 跳出来 对自己的良心谴责嘛 所以呢 往往宣讲道理 的人呢 会受到迫害 会受到挑战 约翰就是这个样子 被下了奸 具体怎么下奸 实际上也有个故事 我们就不啰嗦了 那么约翰 这个耶稣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 那也 要避一避风头嘛 毕竟 当然了 耶稣不会去怕 但是呢 你毕竟是麻烦 你影响 给大家这个讲述道理啊 跟大家去 分享这个真理真相 你总是那个嘛 那要回避的 尽量的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嘛 所以耶稣 也就退到加利利 就回到这个老家拿出来去了 用今天的话呢 叫做风头 实际上呢 也是在说 规避这种风险吧 那么通过另外的途径啊 再去跟大家去宣讲啊 那么 又去了加百农 那么就住在那里 再后来呢 那么 又到别的地方 越南河的外面 那么 再有人就说 说 在用了以塞亚书啊 里面描述的 那个 一些 咱们一个师哥啊 或者是 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展望啊 想默契 哎 那么 就是要从那个地方啊 出来建了大光 建了大光就是 说白了 这里大光呢 就是指真理啊 能听见 嗯 道理啊 那么 那么坐在黑暗里头 就是稀里糊涂过日子的人 那不懂的人是什么东西 怎么才能成功做一个人的人呢 就是在黑暗里头嘛 我们呢 有一句土话说起来不好听 瞎老婆 抱了个瞎孩子 瞎会嘛 你那么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 你为什么活着 你吃饭为了什么 为了活着 你为什么活着 为了吃饭 嗯 你怎么为了吃饭 那么你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吃了好点 舒服点 吃了好点 舒服点 为了为了活着 活着为了没 为了吃饭 就是这种稀里糊涂嘛 那么你说 健康的活着 我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这些都是一种便宜 人都是要死的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也都看到了 也都认识到了 但是 我就是为了好好的活着 你好好的活着 总是有目的嘛 不行 在黑暗当中嘛 不懂道理啊 稀里糊涂 浪费人身 浪费人皮嘛 那么 由于耶稣的出现 他是来跟大家讲道理的 所以就相当于 那个黑暗里的人 见到了大光 坐在死阴之地 那人呢 那么有光照着他们 就有人跟他讲道理 为什么死阴之地 是人是不死的 但是物质肉身 就是会 我们会脱离 就所谓的死亡 死亡了以后 回到天国 那也是不一样的 你成功的做成 一个长成了的人 长国了的人 就像耶稣一样 成神 成基督 圣贤 那是自由嘛 这个大自在 到哪都可以嘛 到哪 你这什么工作 都能胜任来呀 你能够自己去约住自己 不需要别人监督呀 自己 对自己监督的 好好的 只很圣洁啊 只做 符合道义的事情 而不做任何 不符合道义的 就是不平等的事 就所谓的 成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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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嘛 那是活的嘛 你是活的嘛 那死的是什么 你都要 因为没做成嘛 哈哈 那你要受约束呀 别的地方不能去 只能在那待着 你待着吧 不服啊 也不服 你可以在那待着 你也永远可以不去 所以佛教有一个轮回 不服啊 就觉得自己怎么 这么可怜 怎么这么无耻啊 怎么可能呢 一回去就都明白了 但是呢 自己没做好 自己也清楚 本钱都赔光了 那怎么办呢 再去转买 那就再咳咙一声 再跳过来 以后跟大家也讲 所谓的进化论 怎么再从细菌病毒 一步一步 小虫小草小树啊 再爬到人的位置上 把那以后 咳咙又挖下去了 实际上呢 这是很苦的 很可怜的 让人这个怜悯 所以耶稣后面 也都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呢 说未必听 耶稣也清楚 那么怎么办呢 也不能不说 那又不听的 这个权利啊 人是有不可被拨到的 自由选择权的 当然是在道啊 在法啊 在天福音里头的 这个范围内 所以呢 就相当于耶稣 给他们传道 就相当于 就是大光照着他们 就给他们讲道理 叫他们明了 活得明白 哎 不再死亡 你只要按照 这个 道理啊 真理真相去做 去行 那么你就能 摆脱死亡 就和 耶稣一样啊 成圣成基督啊 自由啊 复活 是个活的 而不是个死的 那么 他传道的 也是一样 和约翰当时 在碰 耶律都喊的一样 天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人人都要死亡的 我们要去悔改的 错了不要紧 要去改 发自内心的改 当然这个发自内心 也不是 向别人就能证明的 你自己向自己 就还明白 自己是不是真心的 那么这是一方面啊 耶稣边跟大家传道 那么这是 不不仅是跟后面的 所谓他的门徒传道 那么跟其他的人 也是 叫人一看 就是很可怜啊 见了人 就用人讲啊 要用什么 这好东西啊 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往往认为 这是神经病 神经不正常 怎么 一本万利的 那都不要 那么傻瓜嘛 那一块钱 就要一块钱的 一万块钱的 要一万块钱的 不能一块钱 要一万块钱的 人家傻瓜 大家有点心的 我们要四两块钱 所以这点道理 要去讲 要跟大家分享 这确实是好东西 不一定被大家认可 约翰不是被抓住了吗 被吓得见吗 那么 耶稣特地提到了 耶稣在这收了四个门徒 所以为什么要收门徒 要有辅助者 你去宣讲的时候 有些工作要做 那么耶稣也是从自己 一步一步做起 自己去跟别人 讲道 教训人 用大光照人 给大家指明路 还有 因为有帮手 可以召集人 让更多的人受益 同时 耶稣把自己道理讲出来 通过这些真正追求生命 也想成圣 成基督 成神 天人合一 回天国 得自由的人来讲 他们懂得道理 在更宣传 遗传是十三百 上更多的人受益 那么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就所谓的 大家一起去 在一起共同做这个工作 我们也可以认为是拯救的工作 去做 那么 当然了 人越多越好 也很可怜 真正常见 跟着耶稣的 根据圣经记载 也就是这么十二个人 还有一个人 把他给出卖了 就是没精的 清魔鬼和撒旦的 这个诱惑 那么在这里头 那么也给大家介绍了 耶稣是怎么传道 首先是一个人 约翰被抓了 一步 他也退掉了 退掉以后 再一步一步出来 1.1年讲 跟大家传道 完了以后呢 有几个特殊的人物 就是这个西门 彼得 安德烈 等等吧 还有这个 约翰 雅各 那么这是 其实呢 这 说是把他们 叫耶稣跟从耶稣 其实呢 就是跟耶稣去学嘛 学耶稣嘛 那么 很简单 说了句话 他们就 来了 不是的 那能用 要经过长时间的 慢慢一点一点的 人都是很顽劣的 嗯 不过像这种人 能够听得进去 已经很难能可为了 耶稣也肯定是做了 很多的工作啊 听起来啊 跟我走 我叫你跟德人 又是德鱼一样 啊 他们好像是很有信心 不是的啊 那么 耶稣肯定也是 跟他们宣讲了 好多的道理 啊 讲了好多的 这个 呃 真理 哎 他们 确确实实 人嘛 嗯 有一些人是 确实想追求 那么就跟从了耶稣 那么在这里呢 嗯 就 讲解了 啊 耶稣 初期传道的时候 呃 呃 员 员 被下了 见 那么他出来 跟大家去讲道 反而以后呢 招了一些 这个 所谓的 这个 同 呃 志同道合之人吧 啊 共同去向更多的人宣讲 这个 天国的道理啊 天上的福音 哎 这个 呃 出奇的过程 那么 至于说 呃 讲了什么 没有去进行介绍 当然了 就是后面 耶稣 在这个福音书里头 大家记载的 耶稣说了什么话 讲了什么道理 教训的人 都什么的 嗯 那肯定是跟这些人都讲了 那后面还有 又有什么马太啊 等等 嗯 其他的人加入进来 我们在这里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好 谢谢大家 我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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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